槟城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暴风雨跟水灾灾难之后 那首相纳吉曾经跟一众内阁部长到槟城去巡视灾区 并且在当天宣布中央政府会拨出1亿5000万令吉的拨款给槟州的 那结果就有媒体报道 原来纳吉宣布的这1亿5000万并不是新的拨款 是之前就已经宣布的旧拨款来的 那还因此也与首相纳吉循环使用 recycle这个拨款 结果今天宾州首长林冠英就亲自为纳吉澄清了 宾州首长林冠英今天中午在宾州议会大厅召开记者会时 特别为首相纳吉澄清 表示前几天纳吉批准宾州1亿5000万令吉的治水计划拨款 并非全新的拨款 首相本身也知道 这个是在去年11月就已经宣布的双吸槟囊治水拨款 他说他并非在为首相辩护 只是在输出事实 但是林冠英也表示 宾州政府目前仍然还在等着首相为这场灾难做出更实际的救灾宣布 也希望可以尽快地批准中央对宾州发放的10亿令吉治水计划拨款 另外林冠英也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宣布成立 宾城再出发赈灾基金的网站 让民众可以通过网站来了解相关资讯 另一方面针对目前有敌对政党的领袖在嘲讽宾州的水灾情况 林冠英也直接表明 如果要嘲讽的话 那就尽管冲着他来 千万不要批评嘲笑已经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灾民 如果要拒线 information 我们要拒线 请郭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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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拒线 要拒线 请郭网站 请郭网站 这一方面 我们可以把他与话 请郭网站 感谢观看